大家好,我是艾元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前瞻 崩坏,星雄铁道2.1版本狂乐奔向深渊前瞻回放 怎么办 我们俩知道怎么办 不知道你还坐这儿 我赶紧想就过来坐这儿吗 要不就能这个代替吧 这不太行吧 厅师长,我们准备好了 崩坏星雄铁道2.1版本前瞻特别节目 3,2,1,Action 一座城市有光鲜亮丽的表面 就肯定有不可告人的背面 常年人的事不用我都说 用这杯梦中之梦向你致意 清醒之日 只有当这笔刀出鞘时 那些萌萌的角色 才会逐渐清醒 无妨 就再次联系 克劳克影视乐园 皮诺康尼最受欢迎的影视娱乐中心 一座城市的文化 就是历史最真实的主角 天真也是前程 不如跟我玩点什么吧 这台赔力可不小 所有 或者一无所有 看着吧 一只群鸟鸟的死为筹码 我会经过这场美梦 创造最盛大的筹码 各位 准备好开台了吗 哎 不是 这样怎么能做节目呢 你要干什么 哎 哎 干嘛呢 这当然不行啊 对吧 这么狂 多少得是个投稿员工 不管各位的世界 有没有重要的概念 总之先祝您早上中午晚上好 欢迎来到 崩坏心胸体道 二连一前瞻特别节目 我是代班主持人 迷路 哥 你就这么把大伟哥 端下去了 是不是不太好 呃 没关系 我相信他的精神 与我们同在 先不管大伟哥了 各位老师 先给开头者们打个招呼吧 各位开头者好 很高兴又和大家又见面了 我是崩坏系列IP收集 以及今天还有一位 叙事团队的新朋友 大家好 我是崩坏心穷铁道的 叙事设计茶杯 好 欢迎两位 少爵老师 也是我们的老熟人了 住在这里就很让人安心 就感觉听到了 家族像我们宾客承诺 会绝对安全一样 令人安心 你说是吧 少爵老师 是是 非常感谢组织给的这个机会 啊 不胜荣幸 在2.0版本 我相信各位开头者们 都度过一个非常难忘的 皮罗抗击假期 不如我们先从剧情开始聊聊吧 少爵老师 所以我真的很想问你 上次前瞻的时候 不是说好了 是一个轻松快乐 阳光的度假故事吗 怎么连流音和这个鸟都 我就知道你会问这个 放心 这我可以解释 对 2.0前瞻直播时说的 录制节目的时候 皮罗抗击的主线台本工作 已经接近尾声了嘛 所以存在一些视角上的 小小偏差 毕竟我是完全知道 后面会发生什么 但大家目前看到的 还只是2.0的开头 可能产生一些互解 也是在所难免的 这的确是我的错了 但没关系 主线马上就要更新了 不妨我们就借着这个话题 来聊聊2.1的开头任务吧 很深意的 把话题给拐走了 那我听说2.1这次的开头任务 会以多线叙事的形式展开 其实类似的尝试在新州 已经做过的 那时有独猎单横线 但不长 而皮诺康尼的故事 作为一个众多角色 齐聚一堂 也更有悬疑色彩的故事 会觉得偏群像的写作手法 会更有利于设计一些 有趣的剧情展开吧 所以也想尝试一下 更复杂的多线叙事 少奇老师说的没有错 所以我们在2.1版本 去增加了一个新的功能 这个功能的名字叫 命路群像 在猎尸组的故事线以外 玩家能够在推进主线的过程中 通过这个系统 去看见其他角色 经历的一些故事 而在我们命路歧途的页面下 也可以去查看 当前正在进行的一个任务 以及完成了的任务 分别属于哪一位角色的视角 可以把它去当作一个多线叙事 在表现上的小小升级 每个人都有秘密 每个人都有目的 就像黑天鹅说的 在皮诺康尼 所有人都有可能说谎 而真相就是在这交汇的故事线中 一点一点被揭示的 很有意思 2.0有个小彩蛋 在剧情某节点 如果你拒绝了杀金的邀请 就会进入另一段结局 然后你会看见一张 写满了问号的眼知人员名单 仿佛在说 所有人的身份都是假的 但花火依旧是花火 这就是实名上网的含金量 不愧是皮诺康尼最诚实的人 这个好像是2.0上线 第一天就被玩家发现了 所以这个会比你们预想的 发现要快吗 没有 其实我们挺急的 2.0真的留了 好多好多这样的钩子 比方说刘盈的预算用不用完 有完全不同的两段对话 而在梦境酒店遇见黄泉石 如果你一直选择拒绝的话 会发生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看着他们一个个被发掘出来 彼此分享 感受到大家热情讨论的氛围 真的很开心 项目是洒满的阳光 在这儿阳光了是吧 是的 我们的玩家真的很热情 就像刚才烧鸡老师说的 让我们拥有了 直视太阳的权利 那我们后面的主线 也一定要加大力度 不能拉下 这个加大力度 到底是哪方面的加大力度 我劝你们好好说清楚 此次2.1版本的开拓任务 名为天鹅容易的恶魔 但其实我更喜欢 当时没采用的另一版名字 再见 这个不能讲 没关系 这个讲不了 我记得另一个 它叫所有悲伤的故事 所以加大力度 是加在这里了是吧 不是 这单纯很有异性 也比较符合2.1主线的部分内容吧 但 昨天也有人说 不行不行 这是这么年轻啊 那我一想 您说的对 也只能作罢了 不过坦率的说 相比2.0 2.1的开拓任务 可能确实相对的 没有那么的轻松 愉快 对 你不能说它没有 但是就是 就没那么多 就 少杰老师您别看我 这不是咱们一起传出来的吗 至少我们还是阳光的嘛 对吧 少杰老师 对阳光是有的 我记得很清楚 像什么太阳啊 相光而行啊 这些都白纸黑字写在台词里的 所以全如大家所见 2.0 平等和您是发生了一些 意外 但 开拓的无名客 绝对不会欺负于未知 而与此同时 各怀目的的客人们 也都开始了行动 在这张混乱的牌桌上 开始 争夺筹码 前面的版本PD 也放出了许多 让大家非常在意的画面 关于这部分内容 我们也在 接下来的角色介绍 环节在详细讲述吧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 在了解了信息量 如此之大的 2.1开拓任务之后 我们不如稍事休息 稍后将为大家 再来2.1版本的 新角色介绍 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 带来角色 黄泉 杀金 加拉赫的介绍 不过在此之前 让我们先欢迎新同学 大家好 我也是新同学 战斗设计汉子 欢迎汉子 2.0版本中的 三位角色呢 在之前的剧情里面 也给人留下了 非常令人深刻的印象 我们先从第一位 重量级的嘉宾 黄泉孝姐先开始聊聊吧 黄泉在2.0 总体来说 是个很神秘的角色吧 以群海游侠的身份 来到皮诺康尼 在剧情之初 就和开拓者相遇了 说个话 话里话外 也总是令人浮想联翩 也总是会在一些 很重要的场合 恰到好处的出现 但言谈句子又挺正常的 可在这样的情况下面 2.0最后 杀金又会跳出来指控他 也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 手机老师 你真不知道 你真不知道 可以不知道 不是我怎么感觉 就是什么都不能讲 确实 因为黄泉身上 很明显是有反转的吧 那我们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在 这种场合作为一个剧透 所以还是围绕 现在已有的内容 有啥讲啥吧 不然感觉说 什么都不合适 这种感觉就好像 仿佛回到了一年前 当初就IP同学 给我们看角色卡的时候 就我们很高兴 然后觉得这些角色不错 对吧 群海游侠 一看就很帅的 那个雷群烈 然后呢 就脑子已经有很多想法了 然后用什么效果都想好了 然后我说 你再往下看看 对 这就是恶魔的低语 你再往下看看 然后呢 就发现不对 为什么 这个人 他的命图是虚无 对 因为一些不可言说的原因 总而言之 最后他的战斗命图 就变成了虚无 对 然后呢 就虚无 这个概念吧 就很虚无 虚无 虚无它是什么呢 对吧 就他平时也不干什么 所以自然而然的 也尝试用一种取巧的办法吧 比方说 想要去打破一些思维的墙 然后去放大 无这个概念 那牵手而言 就有过许许多多的脑爆和畅想 比方说 它没有速度的概念 它不存在于行动条之上 然后呢 它没有属性的概念 它无论攻击什么属性 都能造成弱点吸破 那无敌了 我懂了 虚无就是做减法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去解读 黄泉这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然后就纠结了大概两个月 对两个多月 对 最后才定下了一个叫褪色这个词 对吧 觉得这个词特别能体现虚无的一个概念 我们选用了黑与白这两个颜色 同时保护度大幅的降低 用这样的一个色彩的观感去呈现它 同时呢 就在战斗中也有同样的一个色彩表 其实各位应该能够很明显的看到 在它的这个历绘里面 有许多像木屋一样的雨滴 这个雨滴净染之处的色彩都会褪去 而在黑白世界中却有这样一抹红色 它是名为极珍式的花朵 它们呢 会以黄泉为中心去绽放在这样一个黑白的世界里 当时摄像的画面就是黄泉独自一人站在一片萧瑟的荒原上 整个世界只有黑白二色 那因为密布 然后大雨从天而降 那连连的细雨其实是黑色的 如墨水一般浓稠厚重 它们落向大地 然后所及之处的色彩都会被这些雨水一一带去 最后只留下黑白灰 但可是在对这样一个失色的世界当中 会有那么一滴 一滴红色的干露 从天上坠落 然后滴落在黄泉的刀尖 然后将它整个人染上红色色彩 然后它也变成这黑白天地间唯一的红 当时在有这样一个鲜明的氛围之后 就觉得说非常适合黄泉这个角色 以及它从外到内的全部 雨中的一抹红 难怪它现在要举一个红色的雨伞 不过要我说的话 这其实不是最虚无的设计 你们知道最虚无的设计是什么 你说说看 要我说最虚无的设计 那肯定是它一使用终结剂 整个游戏都给你闪退了 我跟你说 就我们当时做完黄泉第一版 你知道吗 刚做完 然后什么东西都没有优化的时候 我们只要一使用黄泉终结剂 直接闪退 真的会有这个效果是吧 对 因为它的各种做法 然后实在是性能稍微太大了 你知道吗 然后对 你只要一点就直接闪退 但我觉得这个很厉害 就非常的Meta 都是设计 交出框架 我记得在2.0的剧情结尾 沙金曾经说过 黄泉以一种神乎奇迹的方式 解决到了明火大功 那它到底是怎么解决的呢 怎么解决呢 怎么解决的呢 就 这么解决呗 哦 这么解决 那导播记得在这里 给我们加上一个黑白滤镜 然后刚刚大家看到的呢 就是黄泉它终结剂的一个效果了 终结剂里面会有一些场景画面的一个褪色表现 还有一个时间的停滞 黄泉的头发呢 它也会从紫色变成白色 然后雨滴会被黄泉切断 整个攻击中也会有一些速度上的变化 那既然这么枯权 不如让汉子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 它的战斗技能吧 好的 黄泉那真的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啊 制作难度最高的角色了啊 没有之一 平静而论没有之一 是的 是太难了 它的整体的技能呢 是充满了一种荒芜和破碎的感觉啊 然后这也是我们想传达的一种感觉 就是在它强大的一个力量的背后呢 它是一个空虚和孤独之类的一种感觉 然后呢 当它释放战技的时候 就会获得一种名为残梦的一个特殊的充能点 然后在战斗中呢 就是我们需要尽快的去累积这些充能点 来释放它真正的力量 所以它只能自己通过战技这样叠层数吗 那这样启动会不会很慢啊 其实不是这样的 就是呢 在任意目标行动时啊 如果为敌人附上了负面效果 就能为黄泉累积这个充能点 任意目标这个说法 听上去好像有点意思啊 就整个压量 就是你想的没错 就不单单是来自我方的负面状态啊 当敌方给敌方上了负面状态的时候啊 黄泉也可以累积一定的双生点 敌方单位的话 那 遮虫爆炸的异伤它算吗 算了 所以也包括怪物被弱点击破时产生的负面效果 也算也算 那那个冰胖在吞噬那个衍生物失败的时候给自己上了个降防 这个也算吗 啊 也算也算 都算 都算 对 那环境对我造成的伤害 比如说我走强走错了 这个算吗 查贝老师对不起 想过一句 想过一句 反正呢 就只要有敌方给施加的负面状态啊 都算 当这个充能点啊 它充满的时候啊 就会激活黄泉的终结计了 然后呢 黄泉终结计它不太一样 它有四段攻击 然后前三段 玩家是可以去选择目标的 可以去切换目标 最后一段 会对敌方全体造成伤害 然后呢 只要它的充能一满 就可以释放了啊 和能量没有任何关系 也就是说 这个终结计不需要能量 你们虚无 是把它的能量槽位虚无掉了是吧 对对对 黄泉就整个就没有能量了 哦那挺好的啊 可以不用刷畜能神了是吧 就是刷那东西干的 哦 然后呢 就黄泉它的秘技啊 也是非常特殊的 你可以想象一下 就你在探索过程中 看到前面有只怪 然后黄泉啪一个秘技 直接就把那目标给占杀了 呃 直接斩杀的意思是 就 不用进入战斗了 就直接把怪消灭 那奖励 肯定有啊 这么厉害的话 魔力宇宙力我能用吗 啊可以用的 必须能用啊 不然我们做它干什么 哇 挺牛的啊 啊 那肯定 那我岂不知己 都有一个铺满 呃 查白老师对不起 对对 不难铺满 铺满就算了吧 铺满挺可爱的 所以不行是吧 对对对 感觉这个秘技还真的挺强力的 有点超过我的预想了 对 然后为了匹配这个角色呢 就能突出它的一个战斗的一个爽快感 当你在地图前面发现有好多小怪的时候 啊 它可以连续点 点完之后呢 它会使出一套丝滑的小连招 呃 对对对对 不一样的攻击 对 我听到这个设计 我就特别想去大世界里面去试验一下这一些连砍的感觉招式 感觉会很爽 但这样的话 我奇巧临时感觉就不太够用啊 呃 不用担心 我们在黄泉的秘技中做了一点小小的优化 啊 就是它的秘技在不击中敌人的时候是不会消耗秘技点的 这么强烈的秘技在当初设计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一些问题或者阻碍 比如说有没有和其他组的同事打打架啥的 肯定会有的 因为它当时就开了很久的会嘛 啊 不过最后你放心 毕竟战斗设计我们打赢了 哦 战斗设计亲自上场战斗是吧 开玩笑 就当时在设计的时候啊 就其实还是受到挺多阻力的 由于这个黄泉的效果确实太厉害了嘛 它可以直接秒杀一些小怪对吧 然后尤其是在那个魔女咒里面 那个打那个猛群啊 或者说打那个支蟹的时候啊 大家一上来都会觉得那小怪特别强 特别是对吧 对 黄泉可以直接去给他们消灭掉 有些同学会觉得就这样可能会干扰到玩家的一个正常的体验 啊 但是呢 最后就是讨论下来 我们觉得就是说既然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设计 对吧 那一定是各个地方都能用的 就还是希望能让玩家在游戏中爽到的 哦 该爽的地方还是得爽 那必须得爽 不过关于这位黄泉啊 就是这位容貌相似的故人 我是聊了这么久 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 就 我们都知道黄泉这个名字不是他的本名 那他真正的本名 到底是奥口的名字呢 还是不奥口的名字呢 那你也不用问得这么奥口 也不用这么绕 直接就 我觉得可以大大方方正大公民去讲吧 201版本的版本PV当中 其实也有许多令玩家非常在意的画面 其中就包括那个 对 有一幕 长相非常形似黄泉 但头上身有双脚的这样一位少女的形象 看起来和黄泉的过去有千似万里联系 那可能对于一些崩坏系列的老玩家而言 这对脚再熟悉不过了 对吧 那要提醒一下大家回去仔细看看 那双脚是不一样的 对 不一样 是 直早在开服之初就说过 那新生铁道作为崩坏系列的 这个宇宙扬容一部作品 然后它本身所带的这片星空 就是无所不包充满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的 我们在一个又一个各异的世界 能见到似曾相识的故人 从中我们能获得一些 就是彩蛋也好 感动也好 一些独属于崩坏IP自身的浪漫吧 不过在这里也可以告诉大家 请不要有任何负担或者压力 因为无论对于你是否是崩坏系列的老玩家 还是一位新玩家 对于黄泉这个角色 以及匹诺康尼的故事 以及我们在其中埋下的这种彩蛋也好 我们都会通过许多设计 让它没有门槛 没有负担的可以经历体会到这个乐趣 而如果你恰好比如说经历过崩坏3 那你可能会看到一些更让你感到熟悉 或者怀念的这样一些彩蛋内容 会心一笑是吧 对是的 如果这次你能得到片刻欢愉 感动或者是快乐 也不妨与他人去分享你的喜悦 我也是我们所乐见的一种结果 就好像是之前我们的2.0剧情上线的时候 看到大家已经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讨论了 没错是的 我看到他的待机动作里面 还有一个吃桃子的动作 吃桃子 是这个 所以您问的是想问吃桃子吗 我当然想问的是他会不会做饭 对 其实也就跟之前所说的一样嘛 就我觉得无论是做角色也好 还是做剧情IP内容也好 我们本身上其实在做的就是玩家想看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用一种更优雅得体想明白的方式 让他以最好的一种样子去呈现出来 那对于玩家感兴趣的种种 比方说黄泉本名不详 那他证明究竟为何物 他是否会料理这件事情 他现在如今身处于怎样的一个状态 甚至当黄泉出现在当时就是 GJ手报PV的这个背影 昙花一见的时候 就有人非常期待他和阿尔斯的会面 这些内容都会在2.1以及之后的剧情当中 逐步向大家展现 进行期待 哦会有 会会 甚至2.1会有黄泉线 就是他和瓦尔特同行的一段小小的冒险吧 哦超级期待 最后做个总结吧 就黄泉 无论剧情层面还是战斗层面 就是该怎么说 在他身上尝试的种种 其实也为新生体调探索的更多的可能性 可以应用于我们之后 更多内容的创作 可以说是留下来非常多开创性的这样一点吧 作为皮诺康尼故事的主要角色之一 在2.1版本之后 在2.2 2.3当中也同样会有大量他的精彩表现进行期待 黄泉这个角色在过去的一年里面真实的是陪伴了我们很长很长的时间 但是对于玩家来说他其实是一个崭新的角色 他有许多的故事在未来将会展开 所以在接下来这一段时间里 我们为各位准备了以黄泉为主角的千星际游PV 角色PV 还有一段动画短片 动画短片还会有位神秘嘉宾 对 是字面意义上的神秘嘉宾 共无一曲 是的 那我们接下来请欣赏动画短片的预告 看完这个预告以后 的确是迫不及待的想看到他的成片 那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期待着他的正式上线吧 下一位角色我们来聊聊沙金吧 在二眼人的故事中 感觉沙金在多次对开作者进行一些试探 甚至会觉得他们有在刻意安排一些接触 然后感觉他的目的是为了和我们达成合作 所以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沙金这个角色受到的关注度也是很高的 在二点零剧情当中明显感觉到 他有点一针一鞋站在一个偏反派 但是也并不能完全说 你们有利益冲突但也有利益合作的一方 然后他想要谋求与你的合作 虽然在二点零开作者暂时还没有给出一个正式的回复 然后根据版本PV也肉眼可见 在红尖之外 他也是二点一版本主线的一位重要角色 台阳这个角色能讲的东西我感觉还蛮多的嘛 我们回到最初设计他的时候也是将近要一年前了 在整个信仲底到目前 首先在1.4登场了一位新级和平公司这个派系的成员 也就是托帕 而沙金也和他同属于一个组织 就是战略投资部的实心实人 但是相比托帕而言 他的行事手段也好 展露出来的气场也好 和托帕那样子一种公事公办当中带一点善意的 其实并不像一样 沙金更多透露出来一种其实你终目不透 你也并不能说他是完全的恶人 但也绝对称不上是什么善类 对他好像在良知和手段之间四处的做徘徊 但更令人终目不透的是 他浮夸的外表下面到底心中 有一个怎样的自我 这件事情是比较耐人寻味的 那此次其实也明显看得出来 就是沙金是怀着一个比较强烈的目的 来到皮诺康尼的嘛 所以很显然在机下的举行当中 他也会成为一个比较强的推力 并且他的人设显然也是那种 为了达成目的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甚至将一些对常人来说 比较难以想象的事物压到这个牌桌上面 然后只是为了为自己最后赢得所有的筹码 然后所有或者一无所有 其实沙金这个角色就是刚才少鸡老师讲到的 其实是一些相对深层的设定 如果我们只是去看他的一个外表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那种阔哨公子 就是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 对 没错没错 那个其实2.0剧情当中对他有个比喻叫小孔雀 对就是他打扮的就像一只花质招展的孔雀 他很精致非常的注重仪表 然后会穿一些比较贵气的行头 还有一些小细节 宇航说他非常在于自己的衣服会不会被雨打湿 所以梦里没有雨这件事情 他还特地会说让自己感到高兴 是 那好像前面有一位下雨的呢 这其实各位应该也能看出来了 这里是有一些互相会发生什么事呢 好好奇啊 那这个就留待各位玩家在接下来的剧情里面去自行探索 然后其实刚才说的这么多 总归到一点就是杀金这个人是非常渴望拥有财富的 他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为了积累财富 然后包括你去看他去挥霍财富 就完全能够看出来这个人对于财富有一种可以说是近乎病态的执着 在他的那个视角看来就是有这样一个信条叫风险越高回报越高 所以他也是通过这样一种铤而走险的方式去积累了这样一个大量财富 然后在这一点上其实各位应该也能很直接的看出来就是他的一个视觉元素里面很明显有筹码有头子 那非常多的概率 概率 概统说的特别好 等到这个新版本上线以后你可以观察一下他的短信签名 我们在那里也图置了一些比较有趣的信息 也许对他而言人生就是一场漫无止境的这样一种风险游戏 但似乎他是挺特在其中的 一直会顺利 一直会获得这样的一个最终的赢家这样的 就很难想象和这样的人交朋友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你也很难说自己是不是真的对他而言朋友到底是什么东西 其实这个东西也比较难以言明 就更加让人好奇在接下来的故事展开里面 究竟列车组开拓者和杀金这样的关系会走向何方了 和他交朋友不知道怎么想象 我可以想象到我和他交朋友我肯定会让他帮我买大乐透 你别说 其实就是无论是在2.0还是即将上前2.1里面 杀金的很多显像都他都不用帮你买大乐透 他会直接给你 直接给你 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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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和杀金相关的剧情选项里面 其实各位玩家也一定要尤为注意 请给我来一答这样的朋友 确实这里可以剧透的是2.1还有类似的桥论 哦那可要把握好机会了 2.0错过了2.1可别千万再错过了 一个实打实的风险爱好者 但是却踏上了存负命图 的确很有意思 那让我们来一起看看他战斗时候的表现吧 杀金他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释放战技可以给全队套上一种可以叠加的特殊护盾 然后呢当那个队友带着这种可以叠加特殊护盾收到攻击的时候 会为杀金去累积一种叫盲住的一个充能点 当盲住充能点 他达到指定点数之后呢 杀金他就会触发追加攻击了 同时他的追加攻击可以再次为我方全体上中可以叠加的互动 带着盾挨打可以就打出追击 对 然后追加攻击又能够叠盾 对 套娃是吧 没错 这个男人呢他除了有钱也让人很有安全感 杀金的终结技呢他可以使他获得一定随机点数的盲住 并且对指定凝毛单体造成伤害 同时他的终结技还能使敌方陷入负面状态 然后呢我方所有的人攻击此状态的目标的时候呢 就可以造成暴击伤害提高 使用密集之后呢 全队都会有概率获得不同强度的防御力提升 看到这些技能画面以后 我就一个感想 就这些金钱和筹码 别拿他去砸那些怪 来砸我呀 我要我呀 听下来以后我感觉杀金的技能里面有一些随机的属性 然后这个当时是怎么想的设计的呢 这个的话 其实杀金这个角色比起公司高管 我们更想传达的是一个狂热的概率游戏爱好者 概率觉得很好 对 所以他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设计 最早我们其实设定里面 杀金是不包含轮盘这样一个元素的 但是后来呢 就是我们想要把概率游戏这个点做到极致 所以才给他加上了轮盘这样的一个视觉元素 很早期的时候 就像黄泉一样 其实每个角色在 创作之初 启动之初都会有一些疯狂的想法 对对对 会有很多人脑洞 对对对 杀金其实很早的时候有一版方案 我记得其实是想做闪避 它最早的一个核心关键词是闪避 为什么闪避本身就是一个有一定概率的事件 然后它代表了一定风险 它作为一个闪避存户 它能吸引所有地方怪物的火力 然后倾诉在它自己身上 但它能够通过闪避 然后以一个较低的生命值 但是还能安然无恙地躲过所有的攻击 对对对 以小博大 然后甚至那个时候 还有一个比较鲜明的就视觉概念 就是它会有一个底值 就每次闪避成功 它头顶上那个数字 就会不断地往上 翻倍翻倍翻倍 然后甚至最后达到一个max 77799 但一旦这个过程当中 它又碰了一下 然后那个数字就会直接扣一半 然后钱吊撒一件 是个非常有画面感 感觉做出来 其实会很有趣的这样一个方案 赢下所有或者一无所有 对对是是是 听上去还挺有意思的 但最后为什么没有用这个方案呢 是这样的 后来我们做出来了 然后我们去实际地体验了一下这个效果 最终我们发现 在经过多场的连续战斗之后 场上最终站着的只有杀机 就是那些AOE把他的队友们全部都 对对对 因为就是说铁道里面会有许多的怪物 他都有AOE攻击 或者是扩散攻击 或者随机攻击 对所以作为一个闪避的存互来说 他可以很好地保护自己 但是对其他人就不那么好 老师其实还挺符合他人设 就要表面人设 那我突然想到 如果他是一个我们要面对的boss 他会闪避 那是不是会非常难打 就是你还真说对了 所以同样的 在最开始就当角色没有办法做闪避的时候 我们就闪上了boss是吧 那boss能做闪避吗 那当然也不行了 最后做出来发言 闪避这个东西放到一个怪物身上 可能就是一个蠢蠢的 负面体验嘛 你想象一下 对我一个满拐的苍龙 闪避了 无敌 然后打出一元串的面死 但无论如何 就是你说到了一点 就是在2.1版本当中 杀金会和开拓者同样进行一场切磋 所以我们在2.1版本会看到 这么一名就是boss怪物 他的名字叫实心实人诡异杀金 也可以看到他的形象 其实是和我们的角色有较大输入的 为什么杀金会讲出去这样的形象 又是以何种理由 他和开拓者进行一场友好的这样一种胜负游戏 对 友好的游戏 对这场游戏的结果又如何 那至于2.1 这些都会在2.1的剧情中进行交代 还请大家进行期待 我怎么感觉我们总是和我们那些好朋友要打一场 那你就告诉我再确认一下 他的确不会闪避的吧 没有没有没有 这些已经被我们干掉了 那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 就还是那个样子 我们在其他的方面实现了这样一个概率有钱 对对 就你在和杀金战斗的时候呢 他会实物实地倾泻出大量的一个绸马语 来攻击玩家 然后就是说 同时呢 他会去和玩家进行一个叫比大小 比点数的这么一个环节 就毕竟他是一个就上上概率游戏的人嘛 对 比大小 那我方获得这个点数是随机的吗 还是我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些控制 是这样的 就是杀金他会投资出两个或者多个投资在场上 对 当你攻击了投资之后呢 你就会获得一个随机的点数了 当你的点数比杀金大的时候 你就会赢得这场游戏 并且你可以获得一些对你战斗有利的一些效果 当然如果你的点数比杀金小的话呢 杀金就会用筹码语做我们一顿了 所以呢 就是说我们要在一次攻击中 尽可能的攻击更多的投资啊 让我们的点数呢 可以有更高的概率去比杀金多 听起来的确是一场很有意思的战斗啊 我觉得刚才其实有一点非常的有趣 就我们在第一天聊杀金白河的时候 最后留下的一个结果就是 其他的人都离他而去的 最后只剩下一人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命运使人 我不好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但是可能几天以后大家就能明白 这句话当中的一个几乎味 反正我听到这一幕的时候 有些感慨吧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作为一个明显抱有着很强的个人目的 以及这样的复杂过去来到皮诺康尼的人 杀金一定也有自己非常想要去寻找 或者想要去寻得的某种事物 那就祝他能够 能够得到吧 应该能得到的对吧 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 毕竟是擅长这种帅力有些难 那么了解完杀金 就是我们2.1的最后一位新角色 品诺康尼的治安官 加拉赫 这位看起来似乎是一个 有些不羁 不羞蝙蝠的大叔 看起来其实挺能打的 但却是一个 风扰民族的战斗的角色 他总不能是 揍我一拳给我加血吧 可以向我们介绍一下这位角色吗 加拉赫 品诺康尼唯一指定普村 就是你在各种狼人杀 局势分析的视频里面 你甚至都找不到这个人 因为在我看来 加拉赫就是很普通 很朴素吧 一个最为典型的 皮诺康尼当地人 那作为猎井家系的治安官 兢兢业业的 做好这些职责 身上没有任何可疑的地方 就包括你看 就我们前两个角色 那又是全息 又是地板的 然后把我闪到 那到了加拉赫 就是很朴实无华 很给人安心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怎么说呢 最能代表皮诺康尼 最能代表家族协谓大典 氛围的这样一个角色 他也是一位调饮师 他擅长诸如说 就是调制汽水 对美梦特调饮品 这样子一些 也会随身携带一些 就是有止痛功能的 这样一种液体饮料 他和所有的皮诺康尼 当地的人也很熟 比方说 我们在街头巷尾 都能看见 有人在讨论 这样一位治安官 他总是在 不经意的角落出现 然后但是会出现在 每一个地方 然后守护着 这座小巷的和平 一种安严英雄的感觉 关于他的那个小爱好 其实最初我们想调的是 另外一种小麦饮品了 哪种小麦饮品 不会是贝罗伯格那种吧 格瓦斯是吧 格瓦斯 其实就是调酒师了 但他的许多概念 确实是从调酒这个文化 衍生而来的 包括他新婚名字 也都是鸡尾酒的名字 但本身因为是 皮诺康尼 享有一些当地的特色 然后就觉得说 这样一个中年 很有故事的中年大叔 然后好像饱经过 人生的沧桑 但是就你坐在 马路牙子边上 然后他蹲在你边上 然后给你掏出 一个泡上的东西 那时候 不是酒 是一个 然后又会有一种 同真 然后又会有一种荒诞 然后而且很评仲靠 没错 那加拉赫 其实我们刚才聊了很多 他调影师的一面 但总的来说 他表面上 就是最明显的一个身份 还是猎犬家系的治安官 作为这样一个 中心耿耿的猎犬 自然也是在故事中 担任着保护 外宾安全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猎犬家系 保护宾客安全 但这2.0剧情一看 你这不是什么都没有保护吗 这你就不懂了吧 在接下来2.1剧情当中 加拉赫会作为重要的警探角色 然后和列车组一起同行 去揭开这桩皮诺康尼血案 你怎么知道 他之前的准种行为 没有他自己的考量和用意在呢 对 就是你看 他靠不靠谱 需要长期的观察 对吧 你不能一上来就下定论 同时在战斗中 加拉赫他也拥有 保护我方的一些特殊的效果 他战绩可以指定 我方单体恢复生命值 你看他很能打 对吧 所以他终结技能 我们不是回复了 我们会使敌方全体陷入一个特殊的负面状态 对敌方全体造成伤害 当我方的队友也好 自己也好 攻击陷入特殊的负面状态的目标时 就能回复一定生命值了 他的那个秘技会立即攻击敌人 然后进入战斗之后 或使敌方全体陷入这种特殊负面状态 在角色设计上面 就是我们其实是去尽量贴近这个角色的一个设计人 人事和背景的 毕竟他是一个叫火系的风饶 对吧 然后我们当时在想火系风饶 然后他看上去就是一个很能打的人 他看上去不像是那种可以为你治疗的这么一个人 对吧 所以我们就想他怎么来给队友治疗呢 你用什么治疗法术也好 你去去那个包扎伤口也好 都不太符合这样的性格 那索性就成年男人嘛 来受到伤害对吧 喝口苏勒达 哦苏勒达喝点是吧 对 我刚才看到他释放终结剂的时候 感觉那个拳套下面 手上面会有一些裂痕和伤口 还会迸发出一些像能量一样的感觉 是的 会有那种小麦饮品燃烧起来的感觉 同时呢 他终结剂还能使下一次俯工获得强化 不仅能对今天造成更强力的伤害 同时还会使目标攻击降低 不愧是个战魂 真的是一位很可靠的猎权守卫呢 非常可靠 太可靠了 我们刚才这段不会听起来很可疑吧 为什么会可疑 会不会有点太可疑了 不是加拉克身上还有还能有什么故事吗 加拉克身上有没有故事不知道 但总感觉少金老师 你在演示其他角色的神秘故事 有没有可能 我说加拉克没有什么故事的时候 有人就会觉得他身上有故事 但最后他身上真的没有故事 这就是一种反转 太可疑了 我预判了你的预判是吧 我觉得皮诺康尼的大多数角色都是很真诚的 其中也包括我 就有秘密和说谎 我觉得不能画等号是两回事 也许在层层表象之下 其实藏着是一颗无比赤诚的心 这句话也送给我们今天的三位角色 他们虽然可能有秘密 但是有秘密和真诚并不冲突 对吧 好 再有真诚的秘密 了解完三位角色以后 接下来我们还是来看看 2.1的UP角色 以及光追的一些信息 在上半版本的跃迁活动中 开拓者可以在卡池中获取限定五星角色黄泉 与限定光追行于流逝的暗 四星角色加拉赫也会加入本期跃迁 那么在下半版本中 则可以获取限定五星角色沙金 和限定光追命运从未公平 同时在2.1版本前段 限定五星角色罗刹与光追关的回响 获取概率将提升 后段跃迁活动中 限定五星角色净流 和光追此身为鉴的获取率将会提升 此外 在跃迁的卡池中 我们还新增了四星存户光追 两个人的演唱会 哦 看起来那个是小时候的星期日啊 没错 这里确实是小时候的星期日和支羹鸟 而这位哥哥正在为妹妹的表演加油 非常温馨的画面 是 好 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 接下来我还会有非常精彩的2.1版本活动 好 欢迎回来 在我们了解了2.1相关的新剧情 以及新角色介绍之后 我们将为大家带来 关于2.1的新场景 还有一些有趣的活动的介绍 我们也请到来自项目组的两位新同学 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游戏设计 轮叶 大家好 我是玩法设计乐达 在这个场景下 我就感觉特别想发出一声很酷的恨 不过在正式开始介绍之前啊 导播告诉我 皮龙康尼经典动画形象 仓鼠球骑士 特意为我们准备了一段介绍 不如我们先一起看看吧 各位屏幕外的观众 欢迎来到克劳克影视基地 我是钟表小子的好朋友 仓鼠球骑士 那么今天就有我 皮诺康尼史上最具商业价值的球龙手 为大家介绍即将开放的全新区域 快快快快快 克劳克影视乐园 位于皮诺康尼黄金的时刻 是围绕皮诺康尼著名卡通形象 当然也包括本仓鼠球骑士在内 打造的影视娱乐中心 什么 你说别的地方也有数数形象的游乐园 本仓鼠球骑士不知道 克劳克影视乐园 主要分为钟表小子放运区 仓鼠球乐园 和哈努帮派基地三个主题版块 仓鼠球乐园 布设了完整的动画制作工具 你可以成为制作人 亲自拍摄由我主演的钟表小子外转动画 速度与坚果 另一侧的哈努帮派基地 是我的好朋友哈努兄弟的主题区 在那里 还可以拍摄外传动画《狼之道》 此外 克劳克影视乐园 还有地下道具库 花园等场景 供大家探索 除了克劳克影视乐园之外 还有个星期日 只即将与诸位见面 快快快快快快 它就是 昭露公馆 昭露公馆 位于昭露的时刻 是项目加息的总部所在 归星期日先生所有 什么 你问我星期日在公馆里存了什么好东西 哼 本仓鼠球骑士 不知道 除了以上两个星区之外 火属性角色的进阶材料 《奋火之星》 以及存护命途星际材料 《赛逸星杀》系列 《奋饶命途星际材料》 《异木种子》系列 也将会上新 大家记得要去打新的花花哦 今天的介绍就到此结束了 本仓鼠球骑士 要去整点尖刻了 等你来以尸乐园 我们再见吧 牢记仓鼠球骑士的决胜名言 快快快快快 感谢充满活力的仓鼠球骑士 看来我们2.1的新剧情 会主要发生在 克劳克影视乐园 还有招路公板 这两个新场景中了 对 是这样的 这两个新场景呢 它都是基于 皮诺康尼的大世界观而生 对梦境的设定 做了更深一层的内容补充 我们在创作这个多彩的 梦境世界时 除了苏勒达文化 皮诺康尼还有许多其他的文化 因此我们整合了电影 游乐园 以及一些百老汇的要素 形成了克劳克影视乐园 这张充满乐趣的地图 听起来这么一张地图的话 它玩法应该会挺丰富的 那在这里面会有 什么样的玩法体验 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 没问题 克劳克影视乐园 因为它本身是个 兼具影视乐园 和娱乐休闲的 一个综合主题乐园 也是许多知名剧目的 拍摄场地 借由拍摄场地 和拍电影的这个概念呢 其实也就是刚才 仓鼠球骑士所说的拍电影 开拓者可以在 这样子的一个 拍电影玩法中 通过躲避对手的攻击 和路障来完成挑战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触发极限超车 持取补锦道具 都会积累能量 在能量充满时 可以进行冲刺 并获得无敌的状态 那每次挑战之后呢 累积的观众评分 达成目标以后 就能领取相应的奖励了 拍电影感觉 就类似我们 现在这个状态了 另外一个场景 招路公馆 可以简单为我们 介绍一下吗 招路公馆 因为是家族项目 加系的一个重地 在玩法上 我们把它设计成了 一个精心包装的 谜体盒子 在里面填充了 各种不同的玩法内容 其中比较突出的是 一个场景中心的 最大沙盘 我们把它设计成了 一个等比缩小的 爱迪远公园 那我们开头者 进入到这个沙盘里面 去探索的时候 也会等比缩小是吗 是的 周围的一切都会变得巨大 有点像是 格雷夫游记 小人国之旅 那样的体验 听上去还蛮有 视觉冲击力的 我想起来了 该不会 复眠之夜的里面 那个巨大化 三月期就是 这个就等开头者 各位自行去体验探索了 好的 那么回归正题 在二年一版本中 我们有哪些新活动 可以体验呢 我们可以先来介绍 悲中意识 这个活动呢 它是基于 现实生活中的酒吧 或者说深夜食堂 这样的概念而生 常常会有顾客 往来与此 在这样的地方 付诸心事 这间酒吧 它所接待的顾客 并不是常规的 皮诺康尼宾客 或者是主梦客 而是生活在 梦境里的一些怪物们 为怪物服务的酒吧 是吗 是的 是这样的 我来解释一下 这些怪物本身 它们是被家族 所创造出来 用来服务的 美梦剧团成员 但因为本身 梦境正在发生坍塌 怪物们 它们自身的情绪 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发生了改变 那这个酒吧的主人 舒翁 其实他原本是 渊伟花加戏的成员 在这个演艺人员 辈出的加戏当中 他并没有按部就班地 成为一个表演者 而是比较理经叛道地 经营起了一间怪物酒吧 那么他打算用这个酒吧 去试图解开 这些怪物们的心结 我懂了 皮诺康尼的系路 是吧 舒翁 他自己其实是觉得 这些怪物们 本身是能够存在一些 情感链接的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调影这个过程 就是和客人 进行对话的一个过程 可以通过调制饮品 来了解这些怪物的故事 体会他们的情绪 哦 听起来还有点浪漫的意味 那么我们具体要怎么做 比如说怎么玩 才能当好一个 比较好的调影师呢 这里的主题是 怪物酒吧嘛 那么很自然的 玩法概念会选材于 现实生活中的饮品调制 并且我们希望 尽可能的去还原 这一过程中的感受 开拓者可以制作 金梦特调 选择饮品的风味 比如甜度啊 烈度啊等等 挑选合适的原料 和装饰物 融合成一杯杯 美味的饮品 在这些怪物客人们 品尝后 开拓者们可以和他们 谈谈心 可能会触发一些 意想不到的对话 并且有机会 进入怪物的内心 解决他们的心结 帮助书翁打理这间酒吧 获取小费 对着提升营收等级 可以获取更多的奖励 那么在接待众多顾客后 还可以有一次 获得特定自新角色的机会 我听说我们的同学里 有人之前曾经做过调酒师是吗 确实我们有一位同学 他之前在大学的时候 当过一段时间的调酒师 同时他也为我们这个活动的内容 和玩法提供了非常多 比较还原现实的一种建议 匹诺康尼本身因为他是有着非常浓厚的 苏洛达文化嘛 跟这一类所谓的小麦饮品的概念设定 是比较不谋而合的 那么这个活动就应运而生了 这个活动它本身的一个氛围 更像是一种深夜食堂 虽然怪物们经常被银河球望辖揍 但换一种思路 静下来和怪物们聊聊天 或许也能从另外一种特别的维度 去体验这个世界的不同 深夜食堂的氛围我懂 就好像是那些怪物们刚被银河球望辖 胖揍一顿以后 然后又来到这边来解除了 大家心中的一些烦闷 结果看怎么又是你 然后或者又像是那种刚下班的社会人 然后来到这种地方来疏解一下 对吧 这不就是我们内心的真实写照吗 我突然想到一件有趣的事 那大概在一年前 我们为了皮特康尼收集一些相关的设计灵感 我们组内组织了一次团建 当时拉上了设计和IP同学 我们先去看了一场成军色戏剧 然后去了一家德国餐厅 点了一种味道像是雪碧加橙汁的德国汽水饮品 这种融合饮品非常上头 越点越多 大家就在那边蹲蹲蹲 然后最后结账的时候 发现点了竟然有四十多倍 所以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吧 这个活动的概念雏形 就已经买下了伏笔 哦 艺术源于生活 是可以这么说 因为本身我们铁道作为RPG游戏 我们的活动更想做成一种 包含世界观的内容呈现 有时候甚至会还原一些现实当中的设定 让大家能感受到这个世界中 更生动 更鲜活的沉浸式体验 是的 就好像之前帮助贝勒伯格的博物馆复兴 振兴惊人像本地的商业生态 我们希望将这些活动作为 游戏世界观的衍生故事 让大家在开拓探索时 感受到每个世界的鲜活 我以这些活动在结束以后 也是会长住在游戏里的 其实这也算是 这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的一种体现 对吧 感谢两位老师关于这个幕后的一些分享 那么我们下一个活动是叫做 战役狂潮 对吗 这个的全名其实是叫做战役狂潮 童年回忆无污染版 赤城燃魂整合版 好长 没关系 我们还有更长的 来 突击检查 神军的全名是什么 神肖雷夫总是 屈雷撤电 屈雷撤电 终于我少会天军 还得说乐达老师 惊险过关的 虽然名字看起来有些复杂 但是战斗其实是非常好理解的 玩家会在战斗中积累战役值 逐步提升战役阶段之后 可以达到一个最高的战役阶段 我们在那个时候会获得 所谓的力量觉醒的爆发时刻 获得强大的关卡增益 就能非常显著的提升战斗效率 简单来说 其实就是积攒能量 然后集中的爆发输出 那么选择合适的增益 与队伍搭配呢 都是获得高评分的关键 就像是小时候那种战斗游戏 有种集气 然后爆发的感觉 而且这个活动的界面 非常的像素风 很复古 特别怀旧啊 没错 这个概念创意呢 其实就是来自于 大家童年印象里的那种 像素风 卡通风 我们整个团队本身也是想 尝试这样的一种不同的画风 以铁道的方式 呈现给所有的玩家们 除了有趣的版本活动外 这个版本的魔女宇宙 也将迎来更新 将开启第九事件 没错 开拓者可以前往挑战 并通过沉浸装置兑换 获得五主荒星磁钢尼亚 出于显示于高天神国 两大全新的卫面饰品 五主荒星磁钢尼亚 是一套适用于 长线对群的战斗输出套装 而出云显示于高天神国 能在队伍内存在 同名图角色时 给装备者额外的争议 相信我们的战斗搭配 会更加灵活 其实我一直很想了解一下 魔女宇宙在未来 会有些更新方向 可以向我们分享一下吗 米露老师其实提到了重点 魔女宇宙 其实在我们游戏里面 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玩法拓展的定位 我们会持续长线的 去更迭它 那从这个版本开始 我们就进行了一些优化 比方说魔女宇宙的第九世界 玩家们是可以直接 从难度四就开始挑战的 通关后就可以获得 前面所有难度的手动奖励 在这之后 未来还会有一次 非常重大的更新 它会在2.3版本当中 呈现给大家 我们可以先期待一下 那除了魔女宇宙以外 在2.1版本 还有一些其他的更新吗 有的我们把委托的 遗件领取派遣端上来了 可以在见面中 更便捷地收取奖励 和再次派遣 此外在2.1版本中 我们还提升了仪器 背包的上限 让大家存储更多的仪器 这个优化就非常的及时 我最近的确在研究 怎么清理我的仪器 因为真的太容易买了 然后还有什么 额外的内容更新吗 有的 我们每个版本 也在得带 意诱的小玩法 例如像梦境迷中 在新版本中 我们添加了新的谜题 梦境护照也迭代了新的页面 开拓者们可以 在2.1版本的新区域 收集贴纸 继续记录自己的开拓旅程 而变身哈努兄弟玩法 比起之前也进行了新的升级 这次哈努兄弟 获得了全新的强力道具 一个威力巨大的火箭筒 之前我们只能躲避 石头老板的爪牙 现在可以使用火箭筒进行攻击 如果攻击的时候 两个敌人靠得足够近 还会引起连锁反应 掉落更多的子弹 此外用火箭筒击破 场景中散布的烟花筒 还可能会开辟一些 意想不到的同路 就是在未来 我们依旧会持续性地提供 符合新虫铁道调性的活动内容 并且尝试更多的玩法体验 作为主线历程外 表达这个世界松肃性的重要一环 好 感谢两位老师 了解完版本活动后 我们可以稍事休息 请千万不要走开 兑换马之后 还有关于周年庆活动的介绍 欢迎回来 这里是崩坏新虫铁道2.1 前瞻特别节目的现场 那么我也再次欢迎 汉子和肖基老师 然后还有一位新同学 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新虫铁道的世界设计TT 欢迎TP 从去年的四月份 新虫铁道公测至今 还有一个月 就马上到我们的一岁生日 在这一年的时间中 我们和开拓者 一起经历了黑塔空间站 北罗伯格 仙州 匹诺康尼的开拓之旅 这趟旅程不仅承载着探索和勇气 更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那么我们2.0版本 匹诺康尼的故事 也已经度过了一个版本 对于我们的开拓之旅 这段故事是一个新的起点 几位有什么感想吗 嗯 就说感想的话 其实匹诺康尼 我如果我没记错 真正开始做 应该是 启动是22年10月 11月左右的事情 对 特别的早 是是是 可能对于大家而言 它是一个 就是近在眼前的 这样一个 是对 就新内容 但对我们而言 其实相当于说 可能23年一整年 都是专注于其中 再回首 那个时候最早的 比方说一些早期的设定 然后看到一些很 久以前没有落地的概念图的时候 都会有一种 比较大的感触吧 你还记得 注目边境最早叫什么名字 我还记得 注目边境最早叫南京西路 为什么叫南京西路 对 就他开发带后就南西 是一个非常有 那个 就是皮诺康尼文的名字 对吧 对 对 他单单全身 其实叫南京西路 因为那个时候 对 他是第一个 用皮诺康尼城镇 然后就用那个氛围 然后去搭建的 这样一个迷光场景 然后最注目定的 可能主题是商业街 这个其实就是 在几个月的过程当中 慢慢不断迭代 发生变化 然后又现在又有了 如今的注目摇眼 又有了后面的 影业家族和注目师 然后慢慢的把 现在注目偏近 变成了一个 梦兴建设基地 角手架的 这样一个概念 因为作为一个 体量如此之大的游戏 可以说 然后我们在 比较相对有限的 开发时间内 然后尽可能的 也想将剧情 关卡 美术 战斗等多个维度的设计 以创新一起 放入进来 所以 这过程永远是一个 相辅相成的 共同创作 大家从各自的起点 出发 在某一个点交会 然后又把彼此的想法 添砖加瓦 然后建设到 共同的一个 内容下面来 然后可能至于我们 最早就是提出了 一个场景的概念 以及一个剧情的 发展的大纲 然后看着它 被搭建成一个骨架 然后又慢慢的 变得相对的丰满充实 变得富力堂皇 变成了现在的 皮诺康尼 这就是一件 充满回忆 又令人倍感行为 并感到愉快的事情吧 这就是做游戏的魅力 相信两年前的那个时候 如果能够看到 现在的皮诺康尼的话 其实应该是一个 非常充满着期待 和憧憬的感觉 所谓的旅途 都是一步一个脚印 走起来的 因为也是一块块 整部堆叠起来的 就像开拓者们的旅途 让我们开发 其实也是一个 慢慢往前的旅途 那么在这一年的 开发过程中 项目组内有什么 比较有趣的趣事 这样的可以分享 在我们这边的话 每个版本 都会有一个 所有人的一个 练度的一张总表 然后里面会包含 你的一些等级信息 然后你这个版本 每天消耗了多少体力 然后你的 那个忘却之停 和你的虚构叙事的 一些数据 这些都能在那表上 看得特别的清楚 这个表会发在哪里 这东西 每个版本都会更新一次 然后更新时 还会附在一句话 叫腰珠卫共赏 腰珠卫共赏 所以是练度共赏是吧 练度共赏 那你们有没有看到过 什么比较奇怪的数词 这样的项目 是这样的 我记得在某一个版本里面 我看到有一位同学 他的日均体力消耗 好像是700多 看到的时候 直接整个人震惊了 700多 他又怎么办到了 有点怀疑他上班在干嘛 这也也不好喝 这也不好喝 回去以后很 他在假需求 还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吗 那其实我这边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我们在制作 大家应该也都玩到了 就是2.0版本的 这个中饱把戏 那其实我们做这个玩法的初衷 就是我们来到品诺康尼 那我们有了黄金的时刻 这样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城市和舞台 那我们希望做的这件事情 就是激励玩家们 激励大家在这个城市中 进行更多的探索 我们就想该如何去 让大家都能够融入到 这个城市的生态里面来 那最后我们经过了 多次的迭代之后 我们最后得到的方案 就是苦一苦 我们的任务和文案同学 我们最后给我们的 城市里面的 不止城市里面 整个梦境 所有的迷宫里面的 常驻的NPC 全部都给配套了四种情绪 并且每个人都有四套情绪 配合四套完全不同的 表演和台词 当然还有一些任务和事件 在他们身上 逼迫我们的配音老师 为这些NPC全都配了 四种情绪的打招呼语音 还有一个 这四种情绪的 苏尔达广告歌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 这个是非常 这个是我们也很开心 看到大家对抄的反馈 是非常正面的 那其实 这整个 做得比较好 赶紧下个事情别做 可以看到 这都是血鱼类的结果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看到 为什么我们的 这个大部分的NPC 他在给我们东西的时候 是悲伤的情绪 那其实很可能 他也反映了我们一些 工作人员 真情实感 真情实感 对对对 那这个整个 综上所述 这个工作量 其实是非常巨大的 甚至可能是 超出了一些 我们的想象的 但是看到了 版本上线之后 大家确确实实 在这个组成中 和NPC交互的时候 去调整 他们心情的过程中 确实取得了一些 正面的反馈 取得了一些快乐 那其实对于我们这些 参与到内容制作中的 工作人员来说 还是非常开心 感觉非常有成就感 玩笑归玩笑 就觉得当时 做出这样一个 重新的决定也是正确的 那下一个世界也会 虽然未必再是 中标把戏了 但可能也一定会去 寻找独处于他 那样一个 清新的事物吧 下一个世界 我们就该去 迫害一下其他的部门 看看还有什么 新花样式 那么了解了很多的 幕后故事以后呢 其实在开拓之旅的 快满一周年之际 我们也一直关注着 开拓者们提出一些问题 正好也借今天这个机会 来问问几位 考察考察几位 不过呢 为了保证这些问题的 答案的真实性 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小道具 什么小道具 这个团结呢 我们其实之前 在 对我们其实在之前 是偷偷向你们 瞒着了这个事了 其实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份 心跳检测仪 来 请夹在自己的手指头上 我夹 是 对 我手指头会被夹断吗 不会 也许你说谎以后 不会哦 我感觉我的心跳 已经超过120 这不是 这不是那谁吗 那个前两天 刚发的角色卡的那个人 那我应该这样戴 那既然各位老师 都已经戴好以后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吧 我现在已经可以看到 各位老师的心跳了 那我们接下来 第一个问题 魔女咒刷未面视频 太痛苦了 会优化吗 那要么这个问题 汉子老师回答一下 刚刚其实那个 轮远老师也已经 做了一些小介绍了 然后这样问到的话 那我这边就稍微透露一下 你不要一直看 我们确实也觉得 目前的那个 魔女咒刷起来 是有点困难 然后特别的繁琐 所以在2.3版本 我们会优化一些 快速刷取 外面视频的功能 已经有计划了 是吧 对 那我这个问题 挑的就有点 不痛没痒 好 那么接下来 下一个问题 其实好多人 都很期待 我们的小三月 什么时候能够变个声 给大家看看 少九老师 我吗 OK 行啊 这个问题很好回答 有什么不能回答的 对 那三月七 作为列车组的议员 同时也是 这个游戏的看板娘 当然一直以来 都是备受关注的 而她的声势 似乎也预示着 三月七身上 会有非常大的料 非常大的故事 那本身的话 我们会认为 不介意把这个过程 拉得更漫长一些 但对于喜爱三月七的 各位网家而言 可能当下会有一个 很不错的好消息 是否还记得 我们有游戏内 有这么一个系统 是独属于开拓者的 就是踏上命途 对 然后因为星雄铁道 一直以来 也在做类似的 更多关于RPG 这方面的新的尝试和探索 我们也认为 列车组成员 对于这个游戏而言 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存在 所以我们在24年 也打算去做 尝试做这么一个新的东西 就是对于三月七而言 它也会有 类似踏上命途的 这样一个 独属于它自己的系统 但它的概念 可能就并非是 踏上新的命途 而是留下回忆 对 对于这位 并不知晓自己 从何而来的少女 如今开拓旅途当中 随着一站又一站开过 她在各个地 不同的地方 留下自己的回忆 然后通过这些回忆 汲取力量 那期待着 她在未来某一天 她与过去 创造这种这种回忆 能够向她推向 展新的未来吧 哎 心跳太平稳了 就 怎么就问不出点 这怎么就问不出点 我觉得这些问题 本质上还是因为 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关注 不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应该还行 请问 仙周的故事 什么时候继续呢 我们还会再见到 停云吗 烧吉老师 这是一个 很好的问题 能换个吗 不太能 毕竟 他们都想知道 对吧 要不 要不你来回答 停云不是你设计的吗 能讲吗 能讲吗 如果 我觉得 其实因为 要不 还是能讲 还是能讲 那就 大家 那我觉得 还是给个正面的回应吧 就也不用 很直直演演的 我想想她怎么说 众所周知 其实星球铁道 本身它的主线故事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色彩 就是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故事 我们开拓之旅行过 一站又一站 去往一个又一个世界 在解决完一个世界的危机以后 又会前往新的一个星球 但对于开拓旅途而言 无论是我们去过的空间站也好 贝罗伯格 还有仙周 它并没有因为我们 在这段旅途结束 然后它就陷入一个停滞的状态 在我们抵达皮诺康尼之后 这些世界的人们 他们所拥有的生活 命运 也在悄无声息地继续向前 所以仙周的故事 是否会有心地推进 这个问题是一定的 基本上今年 也就是二四年内 大家就会看到一个结果 这其中当然也包含 就是这个问题的第二小问 也就是停滨的下落 那确实 成如大家所见 在1.2版本 停滨身上发生了一些事 这一情节也成为了仙周 众多角色秘密的转折点 那在《幻龙之灾》之后 仙周联盟内部 会如何看待这样的事情 罗伏又会迈向怎样的未来 而巡猎和丰饶之间的抗争 又会怎样掀开新的篇章 这些故事 我觉得也是时候 在今年走向 处于他们的下一个节点了 可以可以 感觉虽然没有特别具体的消息 但算中边回应吗 你觉得 我觉得够诚意的 现在真的是 你有的 确定能讲的 我全部都讲了 我觉得烧子老师能说这么多 那大幕应该都已经懂了 那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吧 这个问题就比较简单了 在之前的活动里 我们体验了铺满宠物 和猫猫膏 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们 未来还会有类似的吗 那么体验老师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那我们也看到 大家对于之前的这些小生物 不管是乌乌膊也好 铺满也好 或者其他的猫猫膏 这些生物的喜爱 其实这些反馈 我们都已经完全接收到了 所以在世界设计上面 我觉得大家可以继续期待 就是我们在 不止是2.1 可能是以后更多的版本 我们也会释出更多的 就是类似的 更加可爱的这些 小的Q版的 萌萌的这些形象 好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稍微有点 怎么我们总是能在网上 看到一些官方还未公布的 后续内容 这个问题就 泄露是吧 这个我来回答吧 我觉得还是 首先必须得承认一个客观事实 那就是 越有吸引一点的内容 它自然受到关注也就越多 那它 泄露的概率也就越大 而泄露之后 它的重播也更加不可控 那这样无论对于想要看到和不想看到它的玩家而言 它的影响都是越大的 当我们在讲一个故事的时候 我觉得除了故事的内容本身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是我们讲述的方式 我们都是越爱游戏的人 然后我们从游戏当中获得了一些很酷的 我们觉得很帅的情感体验 我们想把它带给另一个人 这个事情 它需要一个过程 它需要循序渐进 甚至我必须在讲述的过程当中 根据你的反应 根据我们的认知 我们所彼此能理解多少 然后不断地去调整我的讲述方式 只是为了达成最后那样一个 我们双方都能取得快乐的这样一个结果 这才是沟通 这才是交流 我觉得很遗憾的是 爆料这件事情 能带来什么影响 或者说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样一个本应非常美好的过程被粗暴地打断了 甚至于说我们会看到一些泄露 远 有意或无意的 它的一些并不是那么恰当的讲述方式 引起了分歧 引起了非议 误解 它让虚虚多多的人 包括我们在内 包括无辜的玩家在内产生了困扰 甚至彼此之间争执不断 我觉得这就是对于创作者而言最大的遗憾 2.0版本已经上线了 那大家都 现在都肯定已经知道 无论是角色 剧情 关卡 还有玩法 我们准备了大大小小非常多的惊喜 这些惊喜当中 也有叙事轨迹 也有反转 但我们曾想象过 它以一种最完美的 最好的形式 被呈现到玩家面前 然后想象着那一天发生时 会是怎样的一个景象 我们能收获 怎样的和玩家一起快乐的情感 但它其实23年9月份的时候 它就没有那么理想 它以一种非常糟糕的形式 非常简单粗暴的就泄露出去了 就在座的 坐在这里 各位其实都很难去和团队那些 相信这件事情 期待那一天的同学们去交代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在这样的事情面前 什么都做不了 是 我还记得当时说两句话 我当时说的这么两句话 叫做 反正本身也只是锦上添花的东西 去想一想 金融迭道做过一个诚信运营项目 所有后来的新玩家 都是在被剧透的前提下面 去欣赏这样的一个故事的 那么他们会对这样一个故事感到认可吗 这才是我们应该要去做的事情 我们在做的是一个 以年数十年为单位的内容故事 那它自然也要经受得起 以年数十年为单位的考验 抱着这样对于完美的幻想 然后且心且看 心里而为去做一些我们相信的事情 我觉得也只有这样子 我们才能让更多的人去相信这样的事情 当然 就2.1 2.2 现在还有蛮多东西 我还没有 对吧 遭受一些 你这话可别说 你这个话说了 假如真的就 我觉得就是要说 我觉得不能怕这个东西 对吧 我也相信它 能以我们希望的样子呈现出来 这个问题选的 老婆 这个问题选的有点把现场搞得点什么问题 那算了 大家把这些都摘下来 摘下来 把这个环境也结束了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真诚的回答 我刚才其实也看到了 各位的心跳 有的时候就突然就上去了 你这真的是心跳还是血呀 我们其实后续呢 也会一直关注和成理开拓者们的反馈 并且去讨论一些改进和优化的方案 正因为有开拓者们持续不断的一些鼓励 还有反馈一些鞭策 让我们找到我们继续努力的方向 将更好的内容能够呈现给大家 非常感谢各位开拓者 从今年的4月26日起 也就是心跳铁道开拓一周年的纪念日起 在开拓者收到的生日邮件中 小蛋糕的感谢也即将迎来更新 和我们一同走向新的一年 是的 在马上到来的2.1版本中 崩坏心跳铁道也即将在游戏内开启一系列的周年活动 和开拓者们共同庆祝这一周年的开拓之旅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好 首先我们为开拓者介绍一周年的活动 心间旅行 这个不就是我们开服的那首歌吗 对 我们手势已经勾起回忆了 是的 重庆的名字 这是一个全副玩家一起参与的活动 那具体是这样的 开拓者收到了一份拥有神奇力量的棋盘 我们将过往开拓之旅中 许多经历故事都浓缩在了这个小小的棋盘之中 开拓者会从空间上出发通过投掷投资的方式在其谈地图中前进 每天都会刷新投资的机会 在不同的格子前进的时候也会出发各种不同的效果 并能从中多种玩法当中取得开拓券 开拓券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我们的列车长帕姆是这次活动的鼓励师 那他希望全副玩家都能将每日获取的开拓券捐赠给帕姆 他就会为我们带来奖励 当然开拓者个人奖励也绝对是不会少的 因为有付出就有回报嘛 听起来帕姆就像有魔法口袋一样神奇 此外呢 在这个活动的界面也能看到你的好友贡献了多少奖励 甚至还有点赞的小功能 哦 看看大家在棋盘里面刷了多少健康部署是吧 又有线下PVP的环境 我发现在这个棋盘的格子里面有一些小房子 这是土地格子吗 难道我还可以买什么神策斧啊这类的地方吗 只要有了开拓券你想买什么都可以 当然是仅限在这个游戏之内啊 那你购买了以后呢 之后你每投掷一次头子 你就可以马上获取这个对应的土地收益 那你前进的次数越多 他给你的收益也就越大 哦 我懂了 重申自我在心切当收租房东 嗯 还不止如此啊 除了能当房东以外 还有一些可能你平时体验不到的 奇妙的一些组队派遣任务 比如说你可以让警员 玉空 福玄 这些现州的伙伴们为你打工 然后他们也可能会去触发到一些 意想不到的结果 可能会给你一些神奇的反馈 当然了 除此之外 你在游玩的过程中 还有可能遇到一些有趣的奇遇事件 那在这些奇遇事件中 开拓者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 帮助伙伴们做些决定 或者做出一些大胆的尝试 这些选择最后也可能会触发一些 你意想不到的彩蛋 哦 当你有机会做出选择的时候 不要后悔 可能也没有那么沉重 因为这个选择是由开拓者制出了头子 来决定的 那如果你制出了不喜欢的选项 我们也给人你反悔重投的机会 哦 明白了 当你有机会进行选择的时候 你可以重投一下 对的 和我们的人生不太一样 哦 诶 我在这个地图里面还看到了机密 两版本不见 他不会被星际和平公司优化了吧 那我们觉得就是 机密已经为我们忙碌了一年多了 他为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 这个版本的内容的前瞻主持 那在这两个版本的话 我们就给他放个价 毕竟他作为有编制的公司员工 那除了主持节目之外 也应该去享受一下他的一个年假 嗯 嗯 我觉得确实不用着急 因为机密下个版本就会回来起节目的 因为下个版本们有点轻爆 我觉得除了机密 别的人都不太适合来讲 哦 这样吗 这个要有点期待了啊 但我们这次是2.1版本直播 还是聊2.1的事情 那在新间旅行活动中 我们还准备了许多小玩法 比如好运滚滚自助机 可以单抽或三连抽来试试手气 获得不同数量的开拓券 在星际和平购物公司 也能获取一些增益 或者游玩饼干翻翻烘焙台等小游戏 刚刚说的那个单抽或者三连 我可以加注吗 当然可以 是有这个功能的 只要开拓者对自己的运气足够信心 啊 就像我们刚才介绍过的某位角色一样 对吧 善意愈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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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角色 有一份测试问卷 当然很简单 其实没有那么长 就是一个测试题 通过这个小测试 根据你的直觉回答 还记得黄泉说过什么吗 就答案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的感受 你当下的选择 然后通过这些选择 最后你就可以知道 你更像历史上的哪位无名客 所以像是一种性格或者命途 或者说是相性的测试 是吗 对 命途的话 因为无名客都行于开拓命途 但即便如此 大家的相性性格也有各自的区分 然后他会根据你的开拓经历 和做出的选择 测出你更像哪一位 新穷列车的地带领航员 比方说机子 作为全新的探险家 他是一位充满着 无限希望真诚热烈 如今最年轻的领航员 那大家经过了2.0的剧情之后 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我们匹诺康尼的剧情 本身就和开拓的这个命题 以及过往行于开拓命途的 这些开拓者们 有着迁思乱旅的这个联系 那说到这里的话 其实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那匹诺康尼作为梦想之地 那当我们在这个活动中 来到匹诺康尼的时候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在这里有什么样的惊喜会发生 所以一定要玩 这次的周年活动 新间旅行 在我看来 其实更像是和 因为我们是全富王家一起嘛 就像是真正的行于开拓的行者 然后他和宇宙当中 无数的无名客开拓者一起 重新重铸赢轨的这样一个事业 然后他走过阿基维利 设下的开拓之旅 然后去走向属于他们的下一站 有这个感觉了 就是大家一起开拓是吧 对 那我们一起为行于开拓命途的无名客们 献上最真诚的祝福吧 期待这个新间旅行活动 能给大家开心的体验 周年庆啊 总觉得在这么重要的时刻 应该还有一位很重要的嘉宾在场才对吧 那是完全猜不到是谁 给你搬下去的大伟哥 哦 那个我再重申一下 那个东西不叫搬 我只是担心那个立牌会累 所以我把它请下去休息 请下去休息 头号人 给你个大幕哥 是是不错吧 对吧 哎 哎 老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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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挺你好 大伟哥来了 欢迎大伟哥 欢迎大伟哥 大伟哥做 就你小子把我立牌拿走了是吧 其实除了刚刚提到的活动之外呢 我们还为开拓者们准备了一些内容 就由大伟哥跟我们一起宣布吧 好的 首先是一气营剑与未面分裂两个活动啊 也将迎来周年特别版本 没错 一气营剑与未面分裂300% 挑战成功 即可获得三倍的奖励 三倍 三倍 那接下来我想就是紧张四季的签道环节了吧 在2.1版本啊 开拓者可以通过周年性专属的 庆典助理活动啊 以签道的方式获取20年抽 并且啊 在4月26日当天啊 我们还会通过邮件 为开拓者祭出1600新穷 共同庆祝新穷列车始航一周年 希望这份欢乐能与每一位开拓者共享 没错啊 除此之外呢 在2.1版本更新之后啊 捕获孟华的见面呢 也进行了手冲双倍重置 我们为开拓者们整理了 可以参与的周年庆活动 请开拓者们查收 最后还有一个大家期待已久的消息 让我们有请列车长上台 和我们一起宣布吧 列车长 列车长 欢迎胖母 小心 接下来呢 是崩坏心穷铁道演唱会 和嘉年华的情报 群星因你而共鸣 崩坏心穷铁道演唱会 正式订党 2024年5月1日 在上海的普派银行 东方体育中心举行 如果只有一场的话 万一抢不到门票 可怎么办呢 为了能让更多开拓者 可以欣赏到此次演出啊 我们将开设线上全球同步直播 邀请开拓者一起聆听 重温那些来自开拓之旅的音乐回忆 好 那真是太棒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了 开拓沉浸式出发 崩坏心穷铁道嘉年华正式订党 2024年5月2日至5月4日 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 林社长也为我们带来了部分 嘉年华的纪念品 可爱的帕姆头哭 和开拓者新轨双面挂件 双面哦 无法来到现场的开拓者 也不用担心 这些纪念品后续也将通过 官方渠道进行贩售 要不来试试 挺可爱的 我们非常期待与 来自各地的开拓者们相见 那具体的演唱会 与嘉年华的开票信息 就请开拓者们 持续关注官方讯息吧 期待 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有请所有的项目组老师们 欢迎 在开拓的道路上 我们不断前进 不断做出选择 我们衷心希望 能与各位开拓者一路相伴 将开拓之旅一直延续下去 为开拓者留下美好的回忆 是我们的初衷 也是未来一直努力下去的目标 祝愿开拓者们 一周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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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那么 崩坏心情体道 2.1前瞻特别节目 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再次感谢各位的观看 祝大家做个好梦 愿此行 兄弟群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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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节目结束之后 我们也对参与节目的一些嘉宾 进行的采访 不如我们先听听 茶杯老师想说什么吧 好像茶杯老师没有什么想说的 那我们不如再问问大伟哥 怎么大伟哥也无话可说 算了我们来问问烧鸡 看来已经凉了 那算了 记得关注再走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